和市场同类的比处理鸡肺 是他们的5倍左右 处理干物质 这一台机器一个小时达到2分左右 我叫王正 来自河北衡水市井县 08年左右就开始做微生物有机肥 以及微生物菌种的制作 微生物有机肥就是用动物粪便 加上菌种发酵 因为发酵自己有一个专利发酵袋 装到那个里面就能生产出微生物有机肥 这个袋子是我的一个专利产品 就是说微生物肥料发酵袋 它是燕氧发酵 这是那一个排气孔 16年国家环保部 所以养殖这一块要求环保力度加大 要求就是分屋必须毒害化处理 因为做这个分屋处理 这是我的老百行 就想把这个做生物有机肥的技术 让广大的养殖户都能学会 这个动物粪便要分离 必须用到一种机器叫固液分离机 我就在市场上买了一台 结果买来以后呢 到养殖场一试验 就是说它的产量太低 转了一圈 就是跑了20多家 就是跑了三个省 跑了20多个厂家 一个走访用户 实际用户 没有一个满意 然后我就想没办法 就自己开始在家做这个东西 现有的设备 它的工作原理 为什么产量低 特别是机肺 吃的饲料这一块 蛋白质产量挺高的 也就是说酥纤维这个东西很少 这样呢就是说 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下 它的这个液体啊 特别粘特别潮 它们的滤网这个间线 0.78 或者是这一样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粘粗的东西 长压箱出来它是很难 我就是想到 是不是给它一个粒 把它吸出来 最后就在这个地步 就开始研究 一粘就成功了 这是那个集粪池 把那个粪啊 从养殖场拉过来 放在里面 通过呢 抽粪的泵 这个管子直接输送到里面 那个机器里面 分离机里面 这个管呢 是那个一流管 也就是说 这个机器吃不了的 那个那一部分啊 要通过这个管 要回到那个池子里面 下面这两根管 这是那个 分离出来的那个粪水 通过这里面的 埋的那个管道啊 直接流到 朝气池里面 这是那个 涨气池 分离的粪水 流到这个 涨气池里面 你上面再看的 黑的 这是一个涨气带 产生的涨气 通过管道 来到这几个罐子里面 通过它们 这个一次次的净化 直接送到用户家 市场上的一般是 0.7 0.8毫米 我做的是 0.5 0.6毫米 0.5以上的 那个颗粒物 都能留在里面 0.5以下的 可以随着水出来 这市场上 同类的比处理机费 是他们的 五倍所用 处理干物质 这一台机器 一个小时 达到两倍 目前这个设备 出来以后 已经销往了 四五个省 二十多个地区 养鸡的 养牛的 养羊的 养猪的 基本上都包括了 所以说呢 就是现在反馈的 就是还都挺好 这个就是我们 分水分离 即分离出来的分店 这是鸡分 含水量呢 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这个水分呢 比较适合 做那个微生物菌肥 上到这个地里以后 一个是土壤 比较宣 增加这个 作物的产量 提高作物的品质 像我们这些 做一天的话 得大概在七八方左右 像以前用的 那个入液分离机的话 得一天多 现在我用的 这个新式的 这个付牙分离机的话 大概在 一到两个小时 就能完成 环境啊 比以前又好多了 周围的邻居啊 也没有什么怨言 以前是用 也是用着分离机处理 特别慢 一天就分 一天处理不完 现在大家买的这个 付牙式分离机 一个多次怎么问 尤其在这个冬天 的时候也不怕臭 也不怕懂 以前买过这个分离机 它那个不太好用 现在买的这种 是付牙分离机 还行 这不用了有两年多了 一直没有什么问题 未来就是说 让更多的养殖后 用上这个分离机 从大处出 国家的这个华保 这一家 一定要达标 从小时候说 不再让这个周围邻居啊 就是说愿生在心 是大伙和睦相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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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